大家好,欢迎你收看老河的种植笔记 去年的这个,那个佛龙果,这个佛龙果 根全部冻坏了,但是它枝干还在 然后呢,我就重新扦插,让它重新长 去年的过冬呢,它这个枝干没有冻坏 然后去年做过,可能是操作失误吧 因为去年我把那个,在1112的时候把它换到盆里面递摘去了 所以可能删了根,今年就把它,把它种在这里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过冬的又撕一下 这个,这个没有用,留一个芽,长得更快一点 多余的都有给它败掉 全部上这边,这个 这个靠墙,温度可能会高一点点 不过,如果今年能过冬的话 那就没问题,如果再不能过冬的话 那种着也没有意义 你一到冬天就死掉了 但是今年我会,我会在这边上面铺一点那个,稻草 铺这个稻草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也开始狂展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拜拜